将卷起了六层楼高的惊人巨浪 就像是往海里丢了炸弹一样 而卡努的动向相当诡异 居然往回走 二度袭击日本冲神 那怕机场挤买了 等着回家的旅客 人山人海 有许多人的行程 一带被耽误 快要崩溃 岸边卷起千尺大浪 像是在水里丢了炸弹 炸出了六七层楼的凶猛巨浪 甚至比一旁的建筑还高 卡努台风暴风圈 在影响台湾后 接着扫过大陆东南方 刚好遇上天文大潮 浙江沿海巨浪滔天一波波来袭 加上九到十一级大风呼啸 景象惊人 前脚来的台风杜苏瑞 则让河北桌州被淹得惨不忍睹 至今积水未退 快要淹没路牌 逼近侯绿灯 加油站被淹掉一半 俯瞰地面汪洋一片 汽车只剩下车顶 我们现在手机马上要没电了 这里目前是停电停水的状态 许多人挤进高楼阳台等待救援 桌州几乎全市灭顶 民众哭喊没水没电 没信号继续救援 当局坦言退水 估计要一个星期 慢的话可能会到一个月 日本也接连受到台风影响 一名小女孩好不容易 趁着暴风警报解除 从冲绳飞到东京 一看到了街机的妈妈放声大哭 不过坏消息是 卡努台风竟然杀个回马枪 可能掉头东转二度 清洗冲绳 纳巴机场大量搬机取消 又是人山人海 旅客滞留 无处可去 只能望天星探 当地因为部分地区断水断电 有些人已经好几天没洗澡 连厕所都得忍着尽量少去 当局设立的临时供水站 大排长龙 民众崩溃大呼台风 别再来了 记者坐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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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 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